甄嬛传 严习攻略 严习攻略啊 但你答错了 玲玲答对了 那你能不能再说说 你觉得这个像甄嬛传里 谁的那个投尸呢 皇后的吧 西妃 西贵妃 西贵妃 华妃的 好吧 那到底是不是华妃 是谁的投尸呢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 我们的展示嘉宾 何彦宏 欢迎 各位老师好 你好 殷宏 刚才呢 你在上来之前 我问了一下 就说这个像是哪个 电视剧里头的这个投尸 甄嬛传是没有错的 是华妃的 是华妃的 我们给李群一点掌声啊 他出场之前啊 我看这个作品啊 我真以为是一个 就是中年的男士的 在有艺术家风范的 那么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她是个艺术品嘛 但是她一出来 是个长发飘飘的女孩 我觉得反差蛮大的 你是期待着有性别上的反差 对 我以为是一个男士 那种艺术家的范儿 其实是一个少女 来 说一下 你的头饰到底是用什么 你所说的与众不同的材料 来制作的 我可以让老师们猜一下吗 猜一下 好 这还猜啥啊 菲尼莫熟已经来过很多期了 这就是银的 不是银的我都能吃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是纸的 绿的 面粉的 巧克力的 不会是一个环保材料吗 矿泉水瓶 瓶这个接近了 接近了 一拉罐是吗 一拉罐瓶 答对了 小叶答对了 下面请库尔特去吃了它 来吧 燕红 跟大家来好好地介绍介绍 你这些用一拉罐的材质 制作的这些手工头饰 那么我今天带来的两个作品呢 都是用一拉罐来制作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应该说是用一拉罐 个数最多的 它一共是用了68个一拉罐 来制作而成的一个 仿苗饮的一个头饰 这个一拉罐就是用的 我们非常普通的一拉罐 就是有喝饮料的瓶子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啤酒瓶子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因为没有材料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拉罐呢 它跟我们的铜片 然后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因为它都是一个平的面嘛 然后我就去试做了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部件 然后它就成功了 然后这个呢 应该算是我做的最大的一个成品 因为它所 就是需要的工时非常的多 68个一拉罐打磨 再把它造型 然后再做出来的话 大概这个一个的话 就需要差不多 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一两个月是你一个人啊 还是一个团队在做呀 我说的是一个人做的时间 怎么可能呢 你看你那个手上有那种 很多的那种刀疤嘛 现在不用担心 因为在我起初做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人做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自己是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自己去培养了一些学生 然后他们的话 有的时候就会帮我做一些 所以就现在 擀手都擀学生的了 不擀自己的了 对于一拉罐这种材料的话 其实它不容易把手割到 反而是另外的一些材料 容易比如说有热度的 它容易烫到自己的手 那你不戴手套吗 一般做手工的话就不会戴 因为手上它要有力气才行 而且的话它 对于像我们做手工的话 最好手上不要去 抹一些防护的东西 比如说护手窗 它会让那个金属变色 对 而且它还不灵活 要滑 那我有个问题 就是一般一拉罐 都是彩色的对吧 你这个 你可以我看起来 是纯银的颜色 你这个怎么做得去色呢 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一拉罐 它一面是有颜色 一面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把正面 给它用打磨 就是用纱纸 或者是用打磨器 然后给它磨成那个银色的 所以它就呈现出 这样的一个颜色 现在也是有颜色的 现在看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